2022花蓮太平洋公園親子運動嘉年華 週末在北濱太平洋公園盛大舉行 伴著海風有劍酒、單車逍遙遊、小朋友滑步車 及寶寶爬行等趣味競賽同時來舉行 邀請鄉親在後疫情生活、享受陽光、走出健康 也增加免疫力 明強開走 2022花蓮太平洋公園親子運動嘉年華 25日在北濱太平洋公園盛大舉行 由縣長徐正衛與多位貴賓 一起沿著北濱公園海岸線劍走 為活動揭開序幕 這時候真的是微風徐徐 尤其在太平洋冰 我們北濱公園從副坑吉縣長的時候 就開始把它整個整理得非常好 所以連我們沙灘盤球 後來在去年我們也增加了一個沙灘盤球 以及把我們的3D公園再整理好 明年開始我們對於我們左邊的美輪溪 會再做一些比較藝文的設備 在我們的美輪溪 整個美輪溪的全溪 以及我們的吉安溪 所以未來花蓮我想是一個非常宜居 而且非常適合育財 賠財 懶財 流財 另外更適合我們的壯世代退休來到花蓮 在右手邊還有我們的極限運動 明年我們將會把極限運動的上面 把他圍幕把他做起來 讓我們的極限運動的孩子們 不會受到我們的這個太陽或者是風雨的侵襲 讓他們能夠很安全很安心來運動 所以再次感謝大家一起讓花蓮更好 祝福大家走得開心 走得愉快 走得健天康康 除了有1400人參加的健走活動 還有近400位鄉親參加15公里單車逍遙遊 現場還有區位兒童競賽小朋友滑步車 寶寶爬行和拌尿步活動及體勢能檢測 期盼邀請鄉親在後疫情時期 不為疫情 享受陽光 走出健康 增強免疫 記者長邦彥 華臨時報導